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悠悠 也不知道昨天忙的啥这个石槽昨天忘了瘦 幸好没有弄脏 要是平常的话很容易弄脏的 这个石槽刷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因为我在楼方里面刷不是很方便 我还看着那个信鸽协会比赛的那种时间训放表 结果错过两场了 鸽子比赛回来 22号又去训放了一次 22号训放的是120公里至150 昨天训放的是150公里 哎呀我的妈呀 错过了很多呀 我还看到那个信鸽协会那个发的那一张表上面是27号上150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27号再上150 他们今天已经比150了 心里面不是滋味 等我看到那张表的时候 已经人家收割已经结束了 来不及了 不知道咋回事 这几天忙的啥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刚好就到群里面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群组啊就是专门训放的嘛 他也不爱的比如说爱的一下大家 然后就是有个提醒 不是我一个人错过 很多人错过还在下面说 啥时候下一次训放 哎呀 等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晚了 在群里面喊大家一下是吧 都能有个提示 哎 心里面还是要是不放150直接上200 我感觉险了 到时候也不知道这些鸽子能不能回来 我现在我直接没有办法了 我把那个群直接置点 随时随刻的观察着他们的灯炭 他们是两天放一次也蛮厉害的 我感觉要是如果真的知道 就是说他们比赛这两场的话 我最多上一场 比如说22号哪天上楼我去了 今天就昨天就不可能去 再送我去 因为时间间接的太短 哎 错过两场了 看看他们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放他们出去飞一下 抓紧时间飞吧 不飞马上就来不及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时时刻刻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说话再错过 再错过 真的赶不上了 是什么 是什么 当然 得分吗